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久妹 我今天就把这个稻谷拿出来晒一晒 因为之前天气没那么好 所以没有晒到完全的干 今天就把它拿出来 再晒干就可以拿去磨了 现在我就来把这个稻谷转过来晒 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就要过来转一次 好了 就给它在这里晒 那个鸡又想来偷吃了 我就在这里把这个围墙围好 这个石头就是之前盖房子的时候 都要把它埋在地上 就比较稳固 现在都不需要了 所以要把它重新翻 变好 这样不要小孩爬拉爬去就危险了 现在就把它当围墙来用 现在还超这些大块的 要等一下给它搬好那些才用到 好了 那我就先把那些青菜除了 这个菜心是今天早上摘回来的 现在有空就把这个青菜除好 到煮饭的时候就可以炒了 太阳烧烧 我就把那个稻谷收了回去 这里有两种菜花的 像这种是芥菜 芥菜心 就拿来做辣菜心 一烫第二天就可以炒了 这个是白菜心 这个是芥菜 这个是芥菜可以用的 就把外面去橡皮剥了 也够吃了 这些我就拿来做辣酸菜 太阳基本上刷山了 那我就把这个稻谷收了 搅好一堆了 我要把这个稻谷撒到一块 再把它将近待进去 收好了 这就把它将近待进去 要不晚上就会有那种润水了 好 又完了 水 我这一堆稻果要多少斤 看一下这个稻果 每一棵都这么饱满的 稻果到时候磨出来的米就是这个样子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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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鸡蛋灌完来 尽量一点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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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底下的会有一点 泥包我就把它抓进来 好了 搞定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包 十包半 就放在这里 现在阿叔又赶着把那个围墙回好 他没有空 要等小鹿他搬回来才把它搬回家 反正有露水放这里就不好了 那我又回家煮饭了 我们上期再见了 拜拜 想了解酒妹最新鲜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